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家父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呢 好开心你回来上课 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课堂 首先我们唱的是上课歌 手牵手笑一笑开始上课了 上课了 上课了 钟声响了 手牵手笑一笑开始上课了 小故事带到你 外户郊野公园 今天 老师带了一班同学仔去郊野公园 陈老师就提醒同学仔 各位同学 去到郊外 我们一定要学会外户环境 记住不可以乱抛垃圾 用完的物品和垃圾 要自己带走 还有不要留下火种 其他的同学都留心听老师的说话 只有小光 根本就没有专心听 只是顾着看周围的风景 走走走走走 小光觉得肚饿了 于是他在自己背囊 拿了包薯片出来 一路走一路吃 吃完包薯片 小光就随手把包装袋掉在地上 走在小光后面的乐乐见到 就跟陈老师说 老师 老师 小光乱抛垃圾 陈老师就跟小光说 小光 你吃完薯片的包装袋 你吃完薯片的包装袋 就这样掉在地上 不单只影响环境清洁 不单只影响环境清洁 人家踩到 还很容易会陷害的 你快点收回 放回垃圾桶 小光因为被老师说 觉得很不开心 很不情愿地拿起薯片袋 放入垃圾桶 而他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乱抛垃圾 于是就特意走到去队尾 跟着小光就拿了香蕉 饼干 紫包饮品出来 一路走一路吃 吃得不知多滋味 吃完又随手 丢了垃圾在地上 唉 条路被小光都搞到 骚髒了 在交易公园 一帮同学都玩得很开心 转眼间 回程的时间就到了 小朋友一个跟一个 排队准备离开 小光因为一心想快点回家 于是就走在队伍的前面 何故它走一孩 没有想到 唯 早 colour 小光 踩到香蕉皮 整个打了涵 在地下 手和脚都拆损了 手和腿也拆了 跌到屁股好痛啊 小光觉得好生气 刚刚想问一下到底是谁乱抛垃圾 他就发现原来这些正正就是 他刚才走进去郊野公园的时候 吊下的垃圾 小光知错了 于是他一路走 一路将地下的垃圾收拾起 放入垃圾桶 他不单止收拾起自己刚才钓的垃圾 还将其他在路上见到的垃圾都收拾起 放入垃圾桶 哇 路上都回复干净了 小朋友 郊野公园是我们宝贵的天然资源 在那里我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又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树木和花草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爱惜郊野公园啊 自己的垃圾一定要带走 不要破坏了郊野公园的环境啊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介绍过地球的南和北都是最冷的地方 北就有北极红这种动物 那南极里面有什么动物呢 我们今天就去看看啦 企鹅 企鹅多数分布在南极地区 没有什么人去的地方 企鹅可以说是现时最不怕冻的鸟类 它全身都长满羽毛 而在这层的羽毛下面有一层比较柔软的鸟鱼可以保暖 加上企鹅的皮下脂肪很厚 情形就有点好像我们冬天穿着羽绒或者厚衣 这种的特殊保温扣造 令到企鹅在冰天雪地里面仍然能够自由自在 一点都不怕冻的生活 企鹅拥有其他鸟类的共同特征 身上有羽毛 尖而突出的鸟脱 还有有爪和鸟片的双脚 但企鹅和其他鸟类不同 它的翅膀有点像鱼鳞 又有点像船长 这个设计令到它们其实飞不到 也因为企鹅的身体圆咕噜 它跑步都不擅长 但企鹅的指尖有泡 加上好像船长的翅膀和流线型的身体 令企鹅这种鸟类成为了擅长 游泳的动物 陆地上的企鹅不是站在那里 就是走路 但是由于它们的身形圆咕噜 走路比较慢 在冰天雪地下 如果被天敌 例如海丝或者海炮追捕的时候 企鹅就会用它们的土灯 贴在冰地上面 并且用双脚推动 快速地逃走 企鹅是在海中捕食的 捕食的主要是鱼虾 它们游泳的姿势 好像飞着的小鸟 而在那么多种企鹅里面 皇帝企鹅就是潜德最深的企鹅 在海里面企鹅很灵活 它们能潜到很深的水里面 并且在水底停留20分钟 企鹅走路的时候 摆下摆下的样子 真是有趣了 大家要记住好好爱护环境 千万不要破坏企鹅的棲息地 否则就看不到这么可爱的企鹅 小朋友 今天又是做运动的时间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 我有点好不错 他不说你 当我学生 你们学生 就是こう のは个小兵 我能够回来 一起走道东北园 左看看 右看看 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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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只真可乐 一起走道东北园 左看看 右看看 鹅仔邀嫁 鸭仔邀嫁 鸭仔邀嫁 样地真可乐 在再跳多次首歌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干一次拍子体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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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究竟对音乐有没有兴趣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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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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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进入交通王国的话 一定要先经过测试 记住各款交通工具的位置才行 温营土车在1、2、3、4 哪个位置呢? 没错,是在1号位置 那救护车又在哪里呢? 是在4号位置 来到第二题 请你认住各种交通工具的位置 救护车在1 1、2、3、4 哪个位置呢? 是在1号位置 那消防车又在哪里呢? 是在4号位置 第三题 请你记住交通工具的位置 是在4号位置 消防车是在1、2、3、4 哪个位置? 是在2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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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3号位置 飞机在1、2、3、4 是在2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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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得好 是在4号位置 最后一题 请你留心观察 记住交通工具的位置 加油 我们要找出救护车 请你帮我指出来 是在1号位置 那的士又在哪个位置呢? 是在2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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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偵探 答得好 我们答对 就可以进去参观交通王国 快点跟着交通机下人 看看里面有什么看 小朋友 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了 记得和爸爸妈妈分享下 你今天学了些什么 我们下次再见 颠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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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下伙众声响了 带牠首说 再见 今天再会了 叮颠颠颠颠颠颠近 下伙众声响了 带牠首说 再见 今天再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